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賣會員的股票 我所有的會員只有一檔股票 他叫8478的東哥遊艇 好 那我們準備要佈局是明年的 護國神山 好 什麼叫護國神山 看這裡 這是金管會主委昨天說的 新的護國神山 好 那大家一定都會認為 護國神山就是台積電 沒錯 今年 不要講今年 我說你這輩子 只要你做股票的第一天開始 你就買台積電了 什麼都不用買 你就只要買台積電就好 你有錢就買台積電 台積電配息給你 你也買台積電 你有錢 薪水領來 你就買台積電 你有一筆錢進來 你也買台積電 無時無刻只要有錢 你都買台積電 到今天 我請問你 我曾經算過 你只要十年 十年前就好了 十年前 十年前 你只要有錢 在十年前你就開始買台積電 到現在 這十年的時間 我認為 你比一個 你所得 你的資本利得 比一個台灣的部長都還要多 假設 假設你在十年前 你投資三百萬 那讓它滾 到現在 我告訴你 一個部長退休的錢都沒有你多 做部長 有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你比較厲害 你如果十年前可以買台積電 你比部長還要好 你就所得 這叫復國神三嘛 那我傳承在 其實包括我自己都一樣 我說當分析師的盲點在哪裡 當分析師有兩種 一種上來 收會員 收會員是什麼 一定講強勢股 講到 只要講對了 因為強勢股有時候會講對 有時候漲了三成五成一倍都有 講到 哇他就 中租嘛 他就好了 他收會員就收了好幾千萬 講不到 那你家的事啊 反正他也不是一天只買一檔 那一天可能買三五檔 每天都在買股票 但是講對了 他實際在一直講 那就收會員的老師 另外一種就像我 我是在幫會員做股票的老師 就是我待會員做股票 一檔股票做完做一檔 這種是怎樣 是最不討好的 因為時時刻刻都在乎會員會不會賺錢 好 那 就是不能讓會員賠錢嘛 最重要就是不能讓你賠錢 然後 好 如果這一檔賺不多 我們就換下一檔 所以我說 明點什麼股票 有機會叫富國深山 好 看這裡 新的富國深山 那當然有六大產業 我只看好台灣精準健康策略 因為我們之前只有一套 所以我只做台灣的精準健康策略 好 那它是什麼 好 今天報紙有 來 各位看這裡 這今天 12月25號 生技創投基金募資 一波波要來 各位 我今天YouTube的標就顯得很清楚 生技創投基金大浪來襲 錢來了 那這些錢既然是基金 他一定會去找標的 好 那 找標的其實 一定不是買那種 我們叫健康食品 也不會去買面膜 你去想 他怎麼會買那種股票 他一定買 所謂的富國深山 也就是未來 他的 他應該是會 整個市場是獨佔或寡佔市場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做的 就像台積電一樣 對不對 他現在有誰能跟他比 我們不要說最前面 只要五奈米就好 也沒有人做得出來 所以 這個市場上 贏者錢拿 贏者 也就是王者錢拿 王 國王錢拿 那所以這個產業必需 它是最傑出的 好 那再看 各位 這是昨天的新聞 好我們看 各位要記得這幾個字 衛福部議記 最快年底前公佈新的特感辦法 那我問你 離年底還有幾天 離年底還有幾天 交易日 但是 手指頭拿出來 算得完 對不對 手指頭拿出來算得完 28 29 30 31 今年年底剩四天 好再看 衛福議記最快年底前公佈新的特感辦法 那 我為什麼這麼慎重的去講這個邏輯 各位 應該是各位的福氣 我這個免疫細胞 我講了20個月 從去年的事業到現在 講2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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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20個月 我砸下了多少電視的節目會 我說每個月算150萬 就3000萬 為了要講免疫細胞 那如果 我常常自己也很遺憾 是 假設我帶會 會員 從我當分析師的第一天開始 我什麼股票都不帶他們做 我只做台積電就好了 我的會員 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感謝我 對不對 可是我為什麼 沒有 其實應該講 因為 這叫理想跟現實是脫節的 不可能的 假設我從第一天我帶會員開始做台積電 都沒有改變 一直做台積電 我不會在這裡 為什麼 搞不好三個月 節目會賠了 半年賠了 公司說 老師你不要 你不要打電視 你叫他會員 買台積電 台積電人就可以自己做 你在電視 了解你不要做 沒有一個老師 有辦法講台積電 講一年 為什麼 因為這一年 他一定受不到會員 那他受不到會員 他怎麼會有可能 繼續在電視上 炸了畢業 所以我說這我最遺憾的 好 那我現在說 為什麼講了二十個月的美麗細胞 我常常在講 我為什麼有的時候會自己 在講我的兒子 我講我兒子邏輯是 好啦 我們不要 當一個父親總會有光榮 但是其實也不怎麼炫耀 古代人有說一句話 你如果 管鄉會 管 就是在廟裡 你如果管鄉會 就煎 油香 你如果煎油香 管鄉會 會出好怕孫 沒錯吧 添油香 你如果管鄉會 添油香 你如果添油香 添油香 添油香 你如果添油香 你會出好怕孫 你如果起鵝 不是 不是青蛤 我們南部人說 鵝仔學校 你如果管鄉好 你會出獎 我會來回頭去想 我兒子為什麼這麼優秀 不是 我沒有錢 我怎麼沒錢 我傻傻 我們 我們政客人 這餐人怎麼沒錢 傻傻 本來就傻傻 那我兒子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我家有一塊土地 因為我家有一塊土地 以現在的市值是六億 六億喔 後來徵收 蓋學校 拿回多少 六百萬 徵收啊 當時的新年是 很緊張 然後那個 做出獎家的土地 土地 大家都好 有賣 都好 我們那個土地 差不多 比較不三千坪 就蓋學校 市值 現在市值6億 跟你徵收給你600萬 當時心裡一定有講毛毛的 現在河頭記想 我在印證的就這句話 官學會出眾人才 我沒力氣 我看起來是沒力氣 我資產也沒有概念 對不對 我如果概念我可能沒坐這裡 我可能跟你當部長 不一定是電視公司的老闆 對不對 普通人 我兒子為什麼很優秀 官學會出眾人才 這句話回頭去想 真的 人生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是個人格者 我為什麼待會兒只收一檔股票 待一檔股票很簡單 節目是要賠的 未來除非這檔股票 翻天 翻幾翻了以後會很賺到錢 那會很賺到錢很簡單 人都很自私 我問你好了 假設你一檔股票你賺了1000萬 你會不會 你說你的三成300萬來繳 繳給公司 然後來繳節目 你會不會 很多人都不會 我們沒有買幾張 我們賺不到多少 然後繳個3萬 或繳個5萬 明明賺1000萬 他也要跟你說 我們沒有買幾張 要繳幾萬 其實這也無所謂 因為我說我才認那句話 人生回頭去看 你只要做對的事 未來老天爺不會虧待你 我再把那句話講一遍 你如果添油香 添油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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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出好怕孫 你如果官侯 你會出糗原材 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在我身上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們只做一檔 來 特館辦法 衛福部疫劑 年底前公佈新的特館辦法 好 有望開放液體細胞的治療 那為什麼 昨天講 今天要再講一遍 因為液體細胞 好 我們看誰做的 因為他是6712長症做的 所謂的液體細胞 他有什麼樣的特殊性 我一定要把那個特殊性 講給各位聽 因為現在 如果你去找 應該找不到 我再看一遍 來這裡 長症已進入了臨床試驗的 另一種診療 診療 它叫診療 好 UMSC01 使用的細胞為 液體脊帶兼脂幹細胞 看到 液體脊帶兼脂幹細胞 好 那幹細胞是尚未分化的衍生細胞 既有不斷複製 並分化衍生成成熟細胞的能力 那哪有人有胚胎細胞 成體細胞的 兼脂幹細胞 那 為一種成體的幹細胞 那他的兼脂幹細胞 可能分化為神經細胞 血管細胞 膠質細胞 脂肪細胞 或骨頭細胞 等多種的兼脂組織 好 那他的液體脊幹細胞 還可以避免說 因為 避免胚胎幹細胞的 倫理上的考量 看到 好 重點在這裡 幾代兼脂幹細胞 是個很好的液體 細胞治療的來源 可事先製造保存 並於需要時取用 因此可實現大規模生產 並放在貨架上銷售的細胞產品 那你想到什麼 所以我不斷地在提醒各位 癌症 現在大家都怕 所以為什麼 有的時候我就 會講得很嚴厲 講得好像很凶一樣說 你們大家都會得癌症 我也會得癌症 那我要給各位一個 先心理建設 先讓你心理上有個 應該講說你有個敵 你有曾經聽過 謝明清 謝老師這樣講過 癌症不可怕 當你得癌症的時候 你不用緊張 不用慌 你還存在 你還會活著 你不要就絲魂都破了 三魂 三魂 七魄都不去 然後就好像沒有求生意志的 癌症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周遭你的朋友 你的親戚們 還有這些醫生們 是最可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為你好 但是他們 他們所使用的方法 叫過去的方法 叫過去的方法 什麼叫過去的方法 我為什麼不斷的拿這個案例 給各位看 疑天的女兒 她並不是 她並不是第一次得癌症而已 第一次得癌症 經過了 那個叫做傳統的 傳統的治療 放了化療 這傳統治好的 理論上就沒了 癌症是沒有了 幾乎沒有了 偏低了 可是為什麼 當她活案生小的時候 會再互發 那互發什麼 她如果來 她如果沒有同步接受免疫療法 你告訴我 她經過了13次的化療 沒有在同步的使用免疫療法 你認為她還在嗎 所以 有時候想一想 我說這個免疫細胞 有很多病人 是不是都因為癌症死了 那這個免疫細胞 如果提早10點 就在台灣 就像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這個 我現在所講的 我所講的這些 如果提早10年前 我就開始講 我最少可以救了很多病人 所以好 重點來了 各位 液體細胞 看看液體細胞的治療 那液體細胞可以保存 好 你想到這個 你開始去思考 什麼樣的股票會最乾淨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 台積電 今年最多 那明年的什麼股票 可能會是股王 我講的 有的時候 我比較大的運營 我是說 它會是股王 可能不只是 生育股的股王 因為生育股 不到300 生育股的股王 現在應該都沒有超過300 電子股隨便 就一兩千都有 那我多麼期待 未來的生股股王 它會是真正的股王 超越3008大力光 然後有時候想一想 你不要手機要給它命 你告訴我 你不要手機要給它命 你要一支手機還是要命 手機能救你的命嗎 手機 有什麼用 現在很爽的這樣而已 你命不存在就沒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電子股這麼多人去做它 因為好玩嘛 有量嘛 衝來衝去嘛 對不對 台灣人賭性堅強 喜歡衝嘛 你衝啊 你衝衝衝 衝到最後 財產就衝光光了而已嘛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美麗細胞 其實我要奉勸各位 如果你要做美麗細胞的 你要很沉重 要你的心境要定下來 你是個創投來 就像你是個創投的老闆 你不是進來炒短線的 所以我常常跟我會員講 你如果參加我的會員 你今天買了明天就賺錢 那你運氣好了 你今天買的股票不漲不跌 那是正常的 如果你要跟其他投顧老師比 那你就不要來 為什麼 因為你跟其他投顧老師比 我跟哪有跟其他投顧老師比 那是不能比啊 為什麼 因為你參加他 他的十檔股票你買哪一檔 二十檔你買哪一檔 你要看你的命 你不來買就要去 大部分都是賠的 這樣比較快 會去的買不到 買不到幾個 買到都賺到 不然的話 投顧老師這麼多 你們都看那麼多了 為什麼 你現在看我的節目 所以你要看我的節目 你要來參加我會 你心裡一定要有底 我們的股票未來會起很多 但是要時間 好 那要講很多必須要有故事嘛 要有數據嘛 好我們等一下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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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不有反 掌握未來 掌握未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以下手论述的是新贵 那新贵股涨点稳大 我们不推荐 因为我们明年的1月8号 要全部进来说免疫细胞疗法 我都事先依告超前部署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1月8号 这档股票上跪的时候我们才买 因为现在买也没有意义 那一天买 来 我们来看 因为它是最干净的 那干净的股票有什么样的启示 来看这里 这档股票叫要登 12345678910 11 上市11天 上市的第一天 它IPO抽签46块 竞拍71.54 当天最低80.5 也就是当天的最低 竞拍的价钱 有没有来 没来 连7.54都没来 好 涨一天 涨两天 它休息两天以后 正式起涨 1234567 连续涨7天 你抽签的人 你赚2.23倍 149啊 好 149来算 你抽到签的人 你是赚2.23倍 我问你好了啦 假设你真的 你有要登的股票 你抽签抽到一张46块 4万6千 你到现在都没卖 好 今天最高 你赚了2.23倍 你会怎么想 我告诉你啦 你会去撞墙 为什么你会撞墙呢 你一张而已 你其他钱呢 你其他钱呢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抽中一张 你不把你所有的钱 全部来买 要登 买得到啊 这天买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再来 你为什么不去竞拍呢 因为 71.54就拍得到啊 它IPO46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竞拍 竞拍你一定买得到嘛 你只要竞拍 好 你写72块 你一定买得到嘛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 都感觉他最厉害 都很晃的 我买可能要比别人贵 我买这些去批 那我问你好了 看这一档嘛 11天的时间 我不要说你抽签 你竞拍就好了 你抽你竞拍的71.54 涨了108个person 最高点啊 也就是各位你去想哦 你有300万吧 有吧 有啊 你怎么没有 你去竞拍就好了啊 你竞拍300万买得到 你72块一定买得到啊 好了 你75块好不好 75块啦 我们把它好了 把它用一倍好了嘛 72块 72块半 好了吧 72块半 你一定买得到吧 竞拍一定买得到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几天的时间 123 4 就11天啊 你300万去竞拍 你现在变600万 我刚讲的是 300万耶 你如果像我代费人 做股票是做一档的人 他不可能只有300万嘛 我们就做一支而已 你如果竞拍500万 你现在是1000万 为什么 因为他甘情嘛 他有故事嘛 那你如果再去找一档这种股票 我为什么把它翻过来 要灯在这里 你看他还没上柜前 在新柜的时候 最低一直一直到这里 这一天你看到 这一天是78块啊 看到啊 打到最低的时候 难道最低在这里经过了 我们叫洗盘好了 从这一天才正式上柜 这段叫新柜 那新柜在这里有人买的人 一定被套嘛 对不对 这里如果抱得住的人 抱得住了 从这里开始 第一天开始到今天 从这里开始起算 就涨多少 涨将近一倍 那我为什么把这档 我未来要布局的股票 它叫长盛 我不断地秀给各位看 你看 要登这里 下来一波 两波 三波见低点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挂牌前 大概十天左右 在这里震荡 从挂牌开始起标 好 那长盛呢 你看一波下来一波 两波三波 低点 今天最低173 那离1月8号 离1月8号 理论上 也就是下个礼拜 还四天 对不对 再来大概还有五天 也就是大概也差不多 八九天的教育时间 那再来就上柜 那他如果 他如果要走 要登的模式 他必须要有故事 所以我用这一张在这里 一个故事 两个故事 三个故事 那你看到的下面的 我用3.5亿美金 我刚所讲的 自体兼职干细胞 它叫什么 它是 各位 特管办法 有望在 今年年底开放 最快 渴望最快在 今年年底开放 一体兼职干细胞 那我不用3.5亿的 我用这个 自体兼职干细胞 那因为 常胜UMSC01 是做液体 那自体兼职干细胞 是什么 它是一个 韩国的一家公司 做的 那这个是属于 比较低阶的 我也讲过 什么叫比较低阶 因为自体兼职干细胞 它只有自己用 它不能当作药来用 可是液体兼职干细胞 尤其是几代的 因为韩国这家 叫骨髓干细胞 骨髓干细胞 是比较老化的 也就是它是属于比较低阶的 来 这是韩国一家 它用在于治疗心肌梗塞 是自体兼职 骨髓兼职干细胞 它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 已经到了10.8亿美金 比较低阶的 急性心肌梗塞 是自体兼职干细胞 它叫市值10.8亿美金 我用10.8亿美金 来我们直接看 长盛 长盛不是只做 来 好 长盛的UMSC01是做什么 心肌梗塞以外 还做脑中风跟心型冠状病毒 好 那长盛的叫液体 我刚给各位看了液体 那如果假设可以一样的话 它10.8亿美金 去乘以29 我把汇率用29 除以长盛的股本 你认识股价应该多少 你自己会算吧 拿计算机算算看 那新贵股我们不推介 想操作的打电话 免同一个人再会 新贵股并似付投资风险